2020年五一假期疫情下的东京夏天 接着我们昨天的旅程 我们来到了新宿 歌舞基丁一帆街里面 到处都是一帆萧条的景象 便利店关门 卡拉OK关门 但新宿区的特别居民 哥斯拉一直都在 歌舞基丁的很多安内索也关门了 这些看板印证着当时风光无良的牛郎们 这里还有成龙 吴彦祖 范冰冰主演的 电影《新宿事件》的取景地花园神社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色谷 中拳八宫依然还在 并且现在跟他合影已经不需要再排队了 在万圣节被挤到无法呼吸的色谷街头上 如今已经可以在这里跳广场舞了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华人聚集地池袋 浪漫大街也已经不再浪漫 网吧关门了 茶馆也关门了 但抽烟的地方还聚集了一群人在吞云土 昔日繁华的巷子里如今只有零星的几个行人 只在拉面店还开着门 但貌似里面没有客人 感谢观看